当一个男人突然有了二百万 他的心里会发生什么变化 行为上会有什么样变化吗 我只说盲目膨胀类型的男性哦 无论这个钱是他一点一点赚的 还是突然遇到一个风口得到的 或者就是天降横财了 只要他有了二百万 首先他会变得有底气很多 变得很自信 自信他自己的判断力 自信他的能力 他会变得非常的有主见 甚至会变得特别的强势 他是容不得别人质疑他的 所以他说话开始说一不二 态度也不再唯唯落落 再来呢 最重要的行为上 就是他的胆子会变得很大很大 对以前他不会碰的东西 比如某些投资 比如某种奇奇怪怪的聚会 比如说我们所认为的 不该去的场所 不该做的事情 他都会表现出来极大的兴趣 而且他是真的愿意 真金白银的投入 并且呢 他对自己喜欢的某一些大件 车呀表呀奢侈品啊 他开始愿意去购买 甚至还会贷款去买 如果你说这些东西没有必要啊 或者你会跟他讲说 这些买了就是贬值 或者你跟他讲 老公这个钱我们应该留在家里 给孩子用 或者对家里边做些什么事情 他就会觉得 你没有眼光 你富人之人 还有呢 有些人会开始去体验一些 不好的刺激的享乐 甚至对老婆的态度 也是腰五喝六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 一切他认为好的东西 他自己都有能力可以享受到 而且他一定要享受到 太尽力了 尽力了 好 好 我好 我好 那个 那儿 我好